在六港的媽祖間口有一個買手工丸子的湯 這就是六港的傳統雜湯小丸子 每天早上都會有很多人來這裡吃 他們說他們沒有吃漢堡蛋餅 他們就是愛這味 傳統的好煮味 每天早上在六港媽祖間口的小丸子都是人 大家都是要來吃這個六港的傳統雜湯丸子湯 老闆為爸爸手中才來買到現在已經買了八十幾年了 他堅持依照傳統 用最多的豬肉手工製作丸子 以及大股空出很好喝的湯頭 他們家每天早上都會放了很多人來這裡吃 民國二十年就開始賣 賣到現在八十幾年了 以前我老闆說賣肉丸子 人家來吃光 全家說賣肉丸子 這小丸子是人家賣好的 民眾表示這間丸子是很好吃 他們專家是每天都來這裡報道 是六港很特別的傳統雜湯 他們家的那個丸子 也是我們陸港人的特色 丸子吃起來很好吃 很Q 那個肉味很重 他們的材料很實在 現在的人雜湯台北湖都是吃蛋餅漢堡吃的東西 民眾如果是有機會來到六港 可以來吃完這種台灣的傳統雜湯吃看看 也是一種不錯的辛酸的 新中華新聞 創同親 老杠蔡報道